2019年的健康保险日前是正式开始投保了 加州全保的执行长是再一次选择加哈鲜大海 作为这一次加州全保宣导巴士亚裔社区的首站 并且与华星保险再一次的合作 希望能够有更多民众投保 2019年是加州全保实施五周年以来的第六个开放投保期 为了鼓励更多民众投保续保和调整计划节省保费 加州全保再次开动宣导巴士 进行七天纵贯南北加州的1300英里行程 为迎接2019年开放投保期 华星保险更是结合时下最热的轻工具主题 打造宫廷系列广告提醒市民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没保险很危险 华星保险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拿资料 那我们其实从2013年就有提供免费的英文跟中文的不同的资料 给所有的我们的社区们也有举办很多的这些说明会 那我们今年的话也有跟中国媒体提供很多一分钟的这些Q&A的这些采访资料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联系华星保险 华星保险提醒民众 今年的开放投保已经开始 若想要明年1月1日开始用新的保险计划 就要赶在12月15日之前进行转换 转换的时候也要确认想要的医生及医疗院所都包含在内 天下卫视采访报导